传播链条变了 想读互动二次传播 法国的平面设计师 米古拉斯·达米 曾经制作了一个系列GIF作品 名为Tokyo No Ads 东京没有广告 他在这些作品中使用后期处理技术 引去了整个东京所有的广告 包括户外巨幅广告 楼宇广告 海报、商家广告、店铺招牌上的文字 全都在一瞬间变为空白 一个没有广告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想象一下那个没有色彩的巨大都市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没有广告的世界 至少不会比有广告的世界更好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广告 但不能否认广告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丰富和有趣 广告早已无处不在 并且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 过去人们翻看杂志 观看电视节目 或者走在大街上被灌输固定的广告内容 而今天人们坐在电脑前 手持各种移动设备 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接触并参与各种各样的广告 移动DSP广告 LBS信息推送 原生广告 社交文案 从内容到形式 从传播方式到传播路径 广告文案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越来越无孔不入 以至于人们在某些时刻 甚至需要付费来获取不看广告的测诠 互联网的兴起是时代的重要转折点 这个转折带给广告文案的意义在于 它改变了传播的媒介 过去的大众媒介是电视平面媒体 如今占据主流位置的 则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媒介 使得传播手段 传播链条都发生了改变 所谓的互联网文案 并不是对传统文案的颠覆 美国广告界最顶尖的文案人 罗伯特·布莱说过 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性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心理的模式 文案的本质并未因互联网而颠覆 只不过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 带来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包括权威的消费 亚文化圈子的形成和深入发展 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消减 消费者信息组织方式的改变 导致文案的创作手法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总的来说 由于主要以社会化媒介为传播渠道 互联网时代的文案变得更有社交感了 传播链条由过去单项的引发兴趣 阅读变成了双项和多项的想读 互动二次传播 也就是说 在社会化媒体上传播的文案 应该根据这样的标准来写 不仅要引发阅读兴趣 而且要让人在读后之后 产生分享给其他人 参与互动以及再创作和二次传播的冲动 什么样的文案会让人想读 首先的一点 当然是要有趣 想想人们为什么逗留在网络上 社交平台上 他们希望在这里看到有趣的内容 没有人会特意去读广告 但只要你写的文案足够有趣 写多长也有人愿意读 关于怎么写出有趣的文案 过去广告文案大师提供了很多方法 比如使用夸张的词汇 制造意外或反差 自黑 自嘲 自我调侃 或者在文案中讲一个好玩的故事等等 比如这两则 模拟炒股APP产品的微博文案 第一则文案是 黑股创七年新高 牛人免费 提供股市猛料附带链接 第二则文案是 媳妇打算去炒股 我担心她把房子都赔进去 给她下了一个虚拟炒股的软件 因为百分之百真实模拟 她一直没发现 昨晚她眼眶红红的告诉我 一百万都被套了 这两天她干活特勤快 也不淘宝了 我要告诉她真相吗 不说了 她端洗脚水过来了 那个软件在这儿 附带链接 这两则文案的传播效果 天差地别 第一则只有数十次转发 第二则的转发量 则达到了五千次 用户转换率 也比前者高得多 干巴巴的说明 与好玩的故事 每一则文案比较有趣 更吸引阅读 一目了然 这里有几个 让文案变得更有趣 更具可读性的小技巧 当你不确定 自己写出来的文案 是否有趣时 不妨将之前的创意推翻 从第一人称入手来写 想象自己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可能发生了一些趣事 或者糗事 以第一人称写一个故事 更容易让读者产生自我代入感 让他们觉得这个故事 与自己有关 人总是对 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更感兴趣的 另外 在社会化传播媒介上 记住一点 比起自夸的文案 人们更喜欢读自黑的文案 传统的自卖自夸式广告 难以获得青睐 网络时代需要的是轻松 诙谐 能以低姿态 面对网友的品牌角色 比如 2013年 天猫在微博上发布双十一销量 其中 卖出200万条内裤 连在一起 有3000公里长的这一信息 遭到网友吐槽 你们卖的内裤尺寸 平均每条有1.5米长吗 这种尺寸的内裤 对购买者来说 有什么意义 不久 天猫做出回应 发布了这样的微博文案 伦家就是激动的昏头了好吗 来尽尽尽情的取笑我吧 数学老师对不起了 轻松幽默的自黑态度 赢得了网友的众多好感 点赞 紧接着 第二天 天猫又写了一条微博文案 昨天数学不好 险些被K尿崩 半夜坑痴痴的翻出小学课本 满血恶补 此刻我明白了 350亿人民挪起来的厚度 相当于四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能铺满585个足球场 得七姐火皮车才能拉走 不知道对吗 求高人 求拯救 在线贵等 土中还晒出了眼算的草高纸 结果这条文案再次引发网友围观 成为热门话题 传播效果满分 广告大师 大卫 奥格威在 奥格威谈广告艺术中提到 例如大家觉得无趣 产品不可能卖得出去 你只要靠让他们感兴趣来卖产品 社交文案也是如此 无论长短 不论些什么 有趣最重要 只是在新的互联网传播媒介上 文案的有趣已经不限于文字本身创造的趣味 对于网友来说 实时观看一场发生在社交平台上的文案大战 很可能比看一条单纯的搞笑段子更有趣 2014年原淘宝旅行推出新独立品牌 去啊 这是他们创作的文案产品 只要决定出发 最困难的部分就一结束 那么就去啊 随后在产品发布会现场的PPT里 文案被浓缩称一句 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 去啊 这局文案乍一看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在刻意针对另一个行业主角 去哪网 实际上 在发布会现场 去啊 绿星宗金李少华在台上讲话时 还真的说成了 去哪不重要 去哪网立即做出反应 在自己的官博上 发布了一则针锋相对的文案 人生的冲动 不是鲁莽的去啊 陈卓能尽的选择去哪 才是一种成熟态度 紧接着 另一个同行 携陈网 加入占据 旅行的意义 不在于去哪 也不应该只是 一句敷衍的去啊 旅行就是要与对的人 携手同行 共享一段精彩旅程 还有京东旅行文案的乱入 他们说去啊 就去吧 他们说去哪 就去哪吧 他们要携家带口 慢慢启程 那就这样吧 听从大家的安排 看着重复的风景 一辈子就这样活着 别上京东旅行 驴妈妈旅游网 也凑了把热闹 从起步到成长 真正与你同行的 只有妈妈 去哪 听妈妈 在这样的文案大战中 参与品牌通常 都是一边拐着 弯黑 竞争对手 一边巧妙地拖出自己 而用户 也乐得围观 一边看戏 对各位参与者的表现 一一点评 一边兴致不过的参与互动 二次创作 诸如给文案夹鸡腿 膝盖带走 之类的评语满天飞 用户自己创作的文案作品 也趁机乱入 好比一场企业 品牌和用户 共同参与的狂欢 吸引阅读 不是文案的目的 吸引参与和互动才是 在单向传播的时代 广告文案通常都是 以鲜明的第一印象 赢得关注 在通过广泛铺垫渠道 长时间的反复曝光 在目标受众中 建立认同度和影响力 比如传播广告的成功典型 脑牌经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牌经 这样的文案 并不打算和目标受众 进行互动 只能是单方面的灌输 当然 在传统媒介 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 互动也并不是一件 能够迅速产生传播效能的事 直到社会化 网络让所有人都连接在一起 每个人只需要动一动手指 就能够以点赞 转发 评论 二次创作的方式 迅速参与任何话题 这才使得每一个人 成为自传播的节点 节点与节点之间产生联动 就能在短时间内 产生爆发式的传播效能 因此 在以社会传播媒介 为主要传播平台的互联网时代 文案最需要具备的一个特点 是互动性 引发人们的参与欲 带动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 不管文案的传播载体是什么 哪怕你跑到农村 刷强暴 只要拍照上传 最终都会回到网络上进行传播 所以 文案始终要考虑 如何引发和制造话题 抛出一个话题 这是最容易心意参与和互动的方式 杜蕾斯 有一则微博文案 杜蕾斯 无糖碧云桃 关爱牙齿 更关心你 这则文案天然的具备了话题性 首先 它是呼吁网友自发的创作 起因是一位网友 在微博里把一打口香糖的广告词改成了 嘿 兄弟 加满 嘿 兄弟 你的杜蕾斯也满了 杜蕾斯立刻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自创了上面这句恶搞广告语 结果 这则文案不仅吸引大批点赞和转发 形成了一则传播热潮 并且还引来许多人效仿 将其他品牌的广告文案 纷纷编成杜蕾斯的广告 形成了第二波传播热潮 要让你的文案吸引互动者 不妨先主动与别人互动 就像社交平台上的互粉一样 有了链接 才能创造出更多的链接 话题性还可以这样制造 在你的文案中 关联其他事物 搭载热点话题 利用名人效应 都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 设计一个开放式的 可复制的创意模式 也是吸引更多人参与互动的捷径 比如杜蕾斯的这则文案 A品牌广告语加B产品特征 很容易效仿 以及风鸣一时的凡客体文案 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方法是 为你的文案留白 机制引发参与 这是文案创作的准则之一 为读者留下5%或者最多40%的空间 不要把话说完或者说满 让读者自己来补充 好比抛出一个球 让读者去接 引发治理参与的过程 就是与目标受众加深连接和了解的过程 比如倪康相机的一则文案 标题是 倪康相机影像随心 下面是几个黑色方块 每个方块里都用了白色字体写了一句话 一个三岁男孩在父亲的葬礼上行礼 一个美国总统把一只宠物犬举到耳边 一位女婿对着被国民警卫对枪击的学生哭泣 读者只看到文案 没有看到照片 但他们肯定会在头脑中主动将文字和影像进行连接 如果这是一则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文案 可想而知 一定能引发众多用户的参与和再创作 文案心意互动的另一个途径是 好好说话 关于这一点 大卫奥格威说得好 文案要写如同热心且容易记忆的私人谈话 就像在饭剧上对临座的人讲话 打个比方 一款国外线上产品教学 很多文案可能这样写 本产品经过国家教委批准 国内唯一认定 通过认证 这是典型的不好好说话 试想 如果是你给自己的亲戚推荐这个课程 你会说这些话吗 你肯定会说 在这个课 就像在国外上课一样 这就是好好说话的文案 好好说话才能与用户形成对话 和目标用户形成持续的对话 才有可能被用户喜欢 用户喜欢你 你才能把产品卖出去 想想杜蕾斯是怎么靠微博文案 带动产品销量的 人们喜欢看他的文案 喜欢和他进行互动 也喜欢那个自称有一点绅士 有一点坏的小度 那么 当他们购买产品时 自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 用一个比喻来说 人们选择一个品牌 好比交一个朋友 而文案 就好比品牌 这个朋友 所说的话 所以 别考虑怎么写文案 而是考虑怎么说话 先明确品牌的定位 然后把自己先想象成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 想象这类人会怎么说话 文案只想着自己发声 是不够的 首先要听到并传达用户的声音 然后试着将文案 变成一种交谈 融入整个传播过程的互动 与尽忠 同时 尝试让品牌 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开口说话 在场表演 娱乐你的目标受众 激发他们的参与欲 从而打通二次传播和扩散式传播的渠道 别让人看出来你在做广告 看看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的内容 除了纯粹的娱乐或实用的信息 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广告文案 人们不喜欢广告 却愿意传播和分享广告 理由很简单 要么是因为明知它是广告 却依然被打动 要么是因为没觉得它是广告 2014年6月 在国外的Facebook Twitter里 国内的微博 微信朋友圈 一封信忽然走红 这是一个名叫凯特的小女孩 用蜡笔写给谷歌的一封信 亲爱的谷歌工人 你可以在我爸爸上班的时候 给他放一天假吗 比如 让他在周三休息一天 因为我爸爸 每周只能在周六休息一天 凯蒂 父 那天是爸爸的生日 再父 现在是夏天 暑假 很快 凯蒂爸爸的上司 丹尼尔 西普兰克夫 给他回复了一封正式的邮件 亲爱的凯蒂 感谢你的来信 和你提出的要求 你的父亲在工作上 一直很努力 他为谷歌和全世界千千万万人 设计出了很多漂亮的 令人欣喜的东西 鉴于他的生日 也快到来 以及我们也意识到了 在夏天 跳个周三休息一下的重要性 我们决定 让他在七月的第一周 休假一个星期 祝好 丹尼尔 西普 兰克夫 这两封信一经曝光 立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转载 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网友 都在主动进行传播 据统计 当时谷歌搜索到的相关记录 超过七千五百万条 在主动传播的人群中 有多少人意识到 这是一则宣传谷歌的广告文案 即使意识到了 又有多少人会讨厌这则文案 即使明明知道 它来自一次精心设计的策划 可见 最能激发人们分享欲望的文案 莫过于不像文案的文案 人们对广告文案 有着天然的戒心 除非文案的内容 足够打动人心 或者形式足够创新 伪装的足够好 文案教父陆克苏利文曾说过 人们不是为了看广告 而去买杂志的 为什么要让你的广告 看上去像广告呢 广告的意思就是 请翻下一页 为了不让人轻易翻到下一页 文案创作者要学会打破常规 在写一则文案之前 首先忘掉你要写的文案形式 也就是说 先想象这世上并没有平面文案 TVC文案 社交媒体文案 产品文案这些东西 在开始写之前 要彻底摆脱形式的束缚 不要从常规的广告 形式入手 不管结果如何 首先先像 这则谷歌宣传文案一样 努力找一个 意想不到的切入点 用苏利文的话来说就是 写文案要从一张白纸开始 甚至都不要去想那张白纸 大多数文案都是无用的 占据用户心中最有利的位置 美国著名网络营销专家 尼克·欧斯本在他的出作 网络文案中说 点击你最喜欢的网站 拿掉光鲜的设计与科技 最后剩下的只有文字 这是在网络上做出区隔的最后手段 也是最好的方式 真正优秀的文案 可以让销售变成多余 可以直接带来真金白银 在当下 用户流量是可以花钱买到的 但流量的留存率和利用率 才是成功的关键 假设想要做10万用户 可能需要花400万 如果有优秀的广告文案 很可能只花100万就搞定了 节约下来的300万 以及更好的用户年性 这就是文案的价值 文案携手 就是坐在键盘后面的销售人员 如果说销售是在特定场景下 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 营造消费场景 激发消费动机 运用销售画术 营销技巧实施的一种 促进购买的行为 那么广告文案 能够做到的事 就是提前占据消费者的心智 使产品成为消费者 产生需求时的第一选择 这就是著名的定位理论所说的 让品牌在消费者的心智中 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使品牌成为某个类别 或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 这样 当消费者产生相关需求时 便会将定位品牌作为首选 也就是说 这个品牌占据了这个定位 之所以需要占据这个有利的位置 是因为消费行为是这样一个过程 产生需求 产生动机 引发购买行为 要实现商品的销售 就必须守住 消费者产品需求这一关口 也就是说 消费者产生需求的时候 确保他能想起你的产品 否则 消费者刚刚吃饱 你再向他推销食物 这就很难实现 最佳的销售效果 那么实际上品牌文案要怎么做 这里有一个法则 可供参考 ELM经验法则 ELM经验法则 意思是 推敲可能性模型 这一法则认为 文案占据消费者心智有两条路径 中央路径和外围路径 中央路径 利用逻辑 推理和深入思考 来说服消费者 具体做法 灌输各种事实 数据 证据 证书 研究 报告 将它们融入你的文案中 比如 麦当劳文案 已卖出数十亿汉堡 空调文案 卓越的性能 令空调在 什么年 全国空调质量质减中 获得能效比CCOP值 最高达3.34的殊荣 汽车文案 每合金轮圈后的14英寸 转子满负荷运转 身体随着V10发动机的咆哮而颤抖 带有事实 数据等客观理性信息的文案 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 但对文案而言 最重要的不是呈现事实 而是为文案的核心观点和诉求 找到合理化的说法和事实支持 举例讲 纯净水品牌 使用中央路径手法创作的文案 宣称自己的产品经过27层进化 实际上 这只是将五层标准进化工序 细分成27层 而且 同类产品的进化工序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 事实和数据虽然不是谎言 但终极量 也只是将品牌诉求合理化的手段 这就是文案大师 迈克尔·马斯特森 所说的逻辑手法 即通过改变措辞和相应的写作技巧 操作既有的事实 换句话说 就是由文案创作者来筛选事实 决定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那些信息 以此左右消费者对产品的理解 比如 有一则广告的水果是这样写的 亲自尝过的人不到一千分之一 读到这则文案 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 这种水果很稀有 但逻辑学家可不会这么理解 他们看到这种说法 会认为这种水果没人买 不怎么受欢迎 文案所表述的是事实 但依据不同的理解逻辑 可能呈现不同的真相 究竟哪种逻辑 是真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让文案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究竟是由感性所决定 还是由理性所决定 目前并无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人的思维里 只有5%是完全有意识的 而且根据神经学的证据显示 人在三秒之内 做出的要不要购买某个产品的决定 是基于感性的 所以文案运用理性说法 只是为了将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合理化 最重要的 还是与消费者的情感连接 这就是外围路径的运用 外围路径 利用愉快的想法和积极的形象 或暗示所产生的联想 来说服消费者 具体做法 在你的广告文案中 填满色彩缤纷 令人愉快的形象 幽默或受人欢迎的主题 或者名人名言 推荐等等 如果说中央路径 对应的是商品或服务的实际功能 及消费者的显示目标 广告文案 专注于这一块 比较的是功能 价格 那么外围路径 对应的就是隐形目标 及情感化 情绪化的诉求 文案 在这个方面表现的是品牌形象或个性 举例来讲 保险的文案 通常采用中央路径来说服消费者 而饮料的文案 则更多采用外围路径 这是因为 对于房屋保险 消费者会更倾向于理性地考虑付出 和收益是否平衡 手续是否方便快捷 保险公司是否靠不等 而对于饮料 消费者考虑的 则要少很多 对于消费者来说 商品和服务是完成目标 满足需求的工具 保险是为了实现安全和保障的需求 饮料 是为了满足饮用的目标 但这些都是显性的目标 实际上 所有的保险 所有的饮料品牌 都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显性需求 那么消费者究竟依据什么 选择你的商品和服务 而不是其他的 假设两家保险公司 给出两种优势相当的保险类型 假如面对两种味道差不多 分量差不多 定价也差不多的饮料品牌 消费者如何选择 大多数时候 隐性目标才是影响购买选择的关键 举例来讲 饮料作为同性质很强的产品类别 怎样通过外围路径 来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常用的一种手法 是运用青春 美丽 活力 激情等词汇 来诠释品牌形象和个性 让品牌在消费者心中 占据差异化的定位 再如 20世纪80年代 IBM有句很有名的广告词 No one ever got fired for buying IBM 文案宣传电脑的可靠性 效率 功能性 针对的是消费者的写信目标 消费者在考虑买电脑的时候 或许会将IBM作为选项之一 但当IBM文案 点出消费者心中的隐信目标时 就能让消费者在商务采购的场合下 出于从纵心理 或出于对文案的认同 将IBM立为第一选择 中央路径处理和外围路径处理 实际在广告文案的创作中 这两种处理方式通常是并存的 比如农夫山泉的文案 农夫山泉 油点甜 这是外围路径手法 水源来自国家一级水资源保护区千岛湖 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水底标准 这是中央路径手法 再如沃尔沃汽车的安全 之所以能够在消费者心中扎根 首先是基于外围路径手法 创作的别具创意的广告 在早期的报纸高 沃尔沃公司采用照相技术 拍摄了一张不可思议的照片 数量沃尔沃汽车裸在一起 在没有电脑特技和PS技术的时代 这个画面的效果相当震撼 充分诠释出安全这一核心诉求 其次 对安全的中央路径诠释的也非常具体 1927年 带自动雨刷刮漆的安全挡风玻璃 1944年 整体式车厢保护事故后的车内乘客 1944年 多层挡风玻璃可以保证15年的使用寿命 1958年 固定式三点安全带由沃尔沃的工程师 Neos Boning发明 并于次年投入使用 1960年 填充式仪表盘 1967年 后座三点式安全带 1970年 成立业内首个汽车事故调查研究小组 1973年 电子后窗玻璃除霜器 1984年 第一家全车系 皆采用刹车防BOSS系统的汽车公司 1987年 后中座三点式安全带 1991年 儿童安全座椅 1992年 具有五年寿命的防侧状加强结构 1995年 发布世界第一个防侧状安全系囊 2000年 发布警部保护系统 2003年 发布配备油滚转保护系统和横向稳定控制系统的多功能越野车 政治的逻辑是 任何数据都不能说明沃尔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 但沃尔沃是率先打出安全这张王牌的品牌 所以尽管安全这一诉求本身就是伪逻辑的一种 但这并不妨碍消费者仍然认定它是最安全的汽车 从外围路径入手 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毋庸置疑的品牌形象 在以中央路径作为事实和数据支撑 有力地支撑起这一品牌的核心定位 两种文案协作路径互为表里互相补充 是在消费者心智中创造出品牌编辑差异的最有效的手法之一 当红酒闻起来是立体的 21世纪最初几年 当红酒闻起来是立体的 21世纪最初几年 澳美为华夏长城甘红制作了一部TVC广告片 拉开了国内红酒的高端尝试 TVC文案如下 上帝疼爱波尔多 给它好红酒 但我们也有一样的阳光和土壤 同样不缺好年份 好酒之间没有距离 只有亲密 酒香是波尔多的 泥土香是中国的 华夏长城甘红 北纬40度酿造 地道甘红 此后 华夏长城甘红又出了一系列平面文案 各大媒体上到处可见这些文案的身影 高质量的文案写法 撼动了业界内外 使得这套文案成为当年度的最佳文案之一 系列A 标题 三毫米的旅程 一颗好葡萄要走十年 三毫米 屏蔽外面到里面的距离 一颗葡萄 到一瓶好酒之间的距离 不是每颗葡萄 都有资格踏上这三毫米的旅程 它必是葡萄园中的贵族 占据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沙粒土地 坡地的方位像是为它精心计量过 刚好能引上远道而来的季风 它小时候 没遇到一场霜冻和冷雨 旺盛的青春期 碰上十几年最好的太阳 宁静成熟 没有与水冲淡它 酝酿已久的糖分 甚至山雀 也从未打它的主意 摘了35年葡萄的老工人 耐心地等到糖分和酸度 完全平衡的一刻才把它摘下 酒庄里最德高望重的酿酒师 每个环节都要亲手控制 小心翼翼 而现在一切光环都被隔绝在外 黑暗潮湿的地窖里 葡萄要完成最后三毫米的推进 天堂并不遥不可及 再走十年而已 系列B 标题 太阳有两个 一个是给别处的 一个是给我们的 上帝一定也爱葡萄酒 给了我们与别处不同的阳光与土壤 在堪与波尔多比间的葡萄产地 阳光善解人意 气温恰到好处 675毫升的平均酱水不多不少 仿佛上天用凉杯细心凉过 当然还有排水优良的沙粒 土壤 在酥送充足养料的同时 亦不会影响葡萄的甜度 如此天赋的条件 才长出颜色与味道俱佳的葡萄 并摇身化作了独具灵性的葡萄美酒 系列C 标题 创造时间 神用指尖 我没有舌尖 临近采摘的每一天 酿酒公投都施展着传奇的智慧与魔力 它没有舌头 舔长葡萄的成熟情况 用经验捕捉恰到好处的采摘时间 这一刻是影响葡萄酒质量 与口味的神奇时刻 这一刻的决断 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 美酒入口时才见答案 系列D 标题 在地下也有天堂 不用怀疑 在地下十米的恒温地窖 总是爱救人的天堂 无数饱满多汁的葡萄 经过炸汁 去梗 提纯 过滤的多重工序后 才有资格在古朴而昂贵的橡木桶 脱胎 换骨 发酵 酝酿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 他们都坚信 地窖的入口 圈壳的格言 没经过地窖 就上不了天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研制中国第一瓶肝红 肝白和发泡葡萄酒 到2002年 产销量位居全国榜首 长城葡萄酒 一直是中国葡萄酒业的 绝对骄傲 长城葡萄酒 不但源自 享誉世界的黄金产地 更出自有时间为证的 量造经验 和独具一格的储藏工艺 让好酒之间 没有距离 只有共同的酒香 系列E 标题 十年间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发现了 12866颗小行星 地球上出生了3亿人 热带雨林减少了 6070万平方公里 元首们签署了 6035项外交备忘录 互联网用户增长了270倍 567万03只流量狗 找到了家 乔丹三次复出 9635万4426对男女结婚 2545万7998对男女离婚 人们喝掉了 700亿碳酸饮料 平均体重增加15% 我们养育了一瓶好酒 这些文案相当立体地构建了 这一红酒品牌的形象和内涵 你会发现 文案中有很多数据 北纬40度 3毫米 10年675毫升的平均降水 地下10米的恒温地窖 最后一则系列文案 干脆通篇都用数据 同时 文案中也有不少 关于红酒制作工序的说明 以及包括产地 气候 种植 容器在内的适时呈现 这些都是典型的 中央路径创作手法 但这些文案 好就好在 外围路径的融合 非常完美 明显是在摆数据 讲事实 却一点也不枯燥 3毫米的距离 一颗葡萄要走10年 事实 数据 产品的信息和卖点 品牌的理念和气质 甚至意境 情感 一句话就表现出来了 读起来就像品文 一杯红酒 唇齿流香 别在几秒钟里 自顾自狂欢 尼尔森报告显示 大部分人在进行 购物行为之前 会先在网上进行搜寻 在互联网时代 对任何产品和品牌而言 PC端和移动端平台 都是广告影响的 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这里汇聚了 消费者最多的注意力 但是尽管人们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长时间地 停留在各种设备 和终端的网络世界中 却因为信息过多 选择过多 导致注意力变成一种 越来越稀缺的存在 所以光是争抢到平台还不够 文案怎么写 写什么才能快速吸金 秒杀关键注意力 这才是重中之重 文字不该成为 消费者阅读的障碍 要让人一眼就能够看懂 一眼就能够收获核心信息 假如你在抓痛点 吸金的广告战场上 说了三件事 那就等于一件也没有说 为了达到效果 首先要做的事 是提出无关信息 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 当你做下来 打算为产品写文案时 你发现关于产品 有那么多的优点可以传达 每一种看起来都很重要 因为每一种 都可能吸引某一类受众 而你不确定哪种 才是最能够 最重要 传达的信息 如何分辨 并剔除信息 有几种方法 可供选择 找到某种 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的 产品益处 在文案中强调它 比如 某啤酒文案 以捷径为卖点 强调所有酒罐 都经过蒸汽流 水杀菌 成功获得消费者青睐 而事实是 所有的啤酒品牌 在生产过程中 都会对酒罐 进行杀菌处理 但只有这一品牌的文案 强调了这一点 结果在注意力战场上 赢得胜利 或者 找到某种 能够用戏剧化方式 呈现的产品功效 比如 FedEx快递广告 这张平面广告 只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 快 戏剧化的效果背后 蕴含着这一品牌 快递最大的优势 吸金效果满分 同样引人注目的 还有Bose耳机 文案只传达一个核心卖点 隔绝噪音 戏剧化的画面设计 让核心产品功能的呈现 非常鲜明 不要期待 一下子就传达出一些信息 文案应该做的事 先传达核心信息 成功吸引关注后 再慢慢传递其他信息 随便找一个消费者 询问他关于汽车的看法 他很可能告诉你 要安全 选沃尔沃 要快 就买保时捷 要跑山路 就买吉普 答案如此简单的原因在于 这些汽车品牌 都是单纯的传达了一种核心信息 消费者很容易被吸引 并且记住这些信息 因此 秒杀注意力的要点是 保持简单 另一个要点是 文案必须给予消费者想要的信息 而不是单纯描述产品信息 来看这两组文字对比 随时编辑 已经完成文档 为工作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让你赚更多的钱 可分离的键盘 可以把键盘放在 姿势最舒服的地方 前者都是对产品特色的描述 后者是产品功能特色 为消费者带来的实际好处 后者才是消费者 真正感兴趣的信息 在文案描述中 产品特性只是附加价值 消费者利益才是主导因素 要知道 在市场上 你不是主角 消费者 才是 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 这是广告文案写作 永恒的真理 尤其在注意力稀缺的互联网时代 消费者只有在发现 核资深利益和目标 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时 才会主动 筑筑停留 一款夜拍性能很强的手机 不要写成这样 大光圈 优质 感光元件 夜拍能力超强 而应该这么写 可以拍新型的手机 前者是你想说的 引以为好的手机性能 后者才是消费者 真正想知道的 这一则文案 传达的是用户 可以得到的产品价值 一架质量上乘的钢琴 文案不一定要这么写 经过百年的洗礼 我们依然重视我们的品质 经过百年的验证 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 它还可以这么写 学情的孩子 不会变坏 优秀的文案 绝对不是自古自的狂欢 而是有着对消费者心理 和需求的深刻洞察 美国广告培训巨头 德鲁·埃里克·惠特曼 曾针对消费者心理 提出手段目标链策略 这个策略 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不是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 而是为了达到 某个未来的目标 他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只是实现那个目标的手段 比如女人购买性感内衣 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性感 但终极的目标 是吸引男人的目光 比如主妇购买微波炉 想要的不是 那个带有按钮会 转圈的玻璃盘的盒子 而是想要快速解决用餐问题 以便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写文案 永远不要写自己想说的话 而应该追溯 并且洞察消费者的 终极目标和需求 文案的本质 是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需求 一个利益点 对应一种解决方式 这里有一个标准的思考流程 消费者会在怎样的情景下 产生这样的需求 他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产品的那一个属性 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 解决之后 他的状态会是怎样的 如果一则文案能够将这些问题的答案 用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表现出来 就合格了 比如 某MP3产品的亮点 是容量大 根据上面这个流程进行思考 你就有可能写出 把一千首歌装进口袋 这样优秀吸睛的文案 而不是容量高达4G 这类平淡无奇的文字 两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诞 这样的文案 简单粗暴 直击消费者 担便宜的心理 放在街头 的确能够吸引客人 但肯定不适合 文艺场所或豪华住所去的人群 微博上有一批9块9包邮的商家 靠这种简单粗暴的文案 只打价格牌 不中品质 吸引了大批消费流量 但是 如果一个主打进口代购 强调品质生活的高端购物品牌 也用9块9包邮的文案 吸引关注 那就太缺乏洞见了 不同传播平台的文案 要针对不同用户群体 来调整核心诉求 比如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专业论坛的文案 就不能这么写 流畅线条 令你称为 瞩目焦点 这样的文案 可以放在社交媒体平台 但面对 论坛里的死忠粉 应该这么写 挚爱战靴 20年后 限量复制 这样的文案 才会令粉丝们热血沸腾 很多时候 你有可能完全不了解 你所面对的消费者 你不知道 他们属于哪个圈子 使用哪类风格的语言 有什么习惯 需要什么 有时候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 你得帮助他们 找到深层次的需求 这个时候 能做的事情就是 到你的消费者群体当中去 成为他们的一员 听他们说什么 观察他们在意什么 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消费行为 不要将你的目标人群 形容成女 18到30岁 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 这样干巴巴的信息 在脑海中 要建立起具体的信息 比如她是一位名叫 什么的女人 经常出差 在机场 后机时会翻看时尚杂志 或者喜欢穿某某牌子的衣服 每个周末都会去咖啡馆 信息的获取 越具体越好 这样你的文案才能说出吸引他们的话 比如 面对爱好二次元动漫文化的90后消费人群 你在文案里和他们谈情怀 他们很可能看都不看 但你如果能够在文案里说出蒙 天然 腹黑 这类属于这个圈层的话语 他们就会把你当成同类 同样 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对产品的体验和研究中去 广告大师比尔 伯恩巴克说 魔力就在你的产品里面 你必须和你的产品一起生活 你必须全身心融入 写出老斯莱斯经典广告语的人 至少亲自在60英里的时速下驾驶过老斯莱斯 才能写出这样细致入微的文案 在时速60英里时 这辆新款老斯莱斯汽车上的最大噪声来自它的电子中 投入专研产品的人才会知道100公里加速5秒和6秒的区别 知道住7楼和住30楼的体验差异 研究产品的时候 需要同时研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和同类产品 如果思考陷入僵局 可以试着想想产品的反面 不能用来干什么 谁不需要 什么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 写出西京文案的重点在于 要比消费者更懂产品 比消费者更懂他自己 并且融入其中 用户买的不是床 而是睡眠 通常情况下 我们需要把产品的好处放在文案中 当然 重点是文案中指明的好处 是能够向潜在消费者提供价值的东西 而不是让自己受益的东西 要知道好处和特色不是同一种东西 例如 对如一辆豪华轿车而言 手工高级座椅 这是产品特色 在所有气候条件下 都能够享受奢华舒适 这是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特色是属性 好处则是消费者 从属性中能够获得的东西 正是这些好处 诱惑消费者掏钱买单 来看宜家这则日常促销广告 是如何在广告中填满好处 用利益法则来打动消费者的 标题 更低价格 正文 我们以更低的价格 为您提供更舒适的睡眠 我们使用了新材料 以更低的价格 提供同样优质的产品 我们优化了产品的制造流程 制定了更合理的 从供应商到商场的运输过程 所有这一切 都直接将节省的成本返还给您 让您以更低的价格 享受更舒适的睡眠 整个宣传业用了近一半的面积 仅仅打上四个字 更低价格 几名恶药 充满诱惑 直接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文案部分解释更低价格的原因 没有一句废话 也没有华丽的辞早 就像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 在和你说话 消费者买的不是床 而是舒适的睡眠 与其强调产品功能特点 不如强调利益好处 不要一味吹嘘自己 要针对消费者 给出解决方案 另一则文案 标题 春天到了 该换被子了 副标题 春季推荐使用 一家三到四暖度的被子 正文 你感觉暖哄哄的一夜 也许对别人来说冷冰冰 你感觉超完美的枕头 也许别人的脖子就受不了 这就是我们设计 如此多系列被子的原因 一切都为您特别打造 卖下被子 有一到六的暖度供您选择 每种暖度的被子 都有不同的甜料 合成纤维 纤维素纤维和羽绒 适合的被子 让您睡得香甜 醒来感觉精神十足 广告就是洗脑 在看到这则广告之前 你知道被子暖度的概念吗 但读过这篇文案之后 你是不是会对 被子的暖度 枕头的高度 床上用品的材质 更加在意了呢 下面还有个标题 担心冬天的厚被子 没法储存 萨姆拉盒子帮你忙 你忽略的 没想到的 一家都为你想到了 消费者不关心你的新产品 除非能够给他们 带来什么好处 他们也不会关心你 及周年庆典 除非他们能够享受庆典 带来的折扣和减加优惠 在你的广告 塞满各种好处 而不是各种特色 要告诉你的潜在消费者 他们会得到什么 怎样获得 他们的生活 将怎样得到改善 消费者自然会用 购买行动来回应你 传递痛点不自嗨 2013年5月 旅游网站 马蜂窝和腾讯微博 有过一次试点合作 第一次试点 马蜂窝按照自己的理解 准备了一条标准文案 文案是这样写的 亲 12346个马蜂窝网友 和你一起关注三亚的旅行 这里有众多网友 真实而精彩的三亚旅游攻略 点击查看 据统计 文案发出去以后 大约有3.7%的用户通过链机 点击到网站来浏览 几天以后 工作人员在这条文案的基础上 拖了一些文字和语气上的微调 结果转换 比率提升约22% 随后马蜂窝重新写了几条文案 去三亚 还没做好攻略吧 我之前需要的信息 都是在这里找的 附带链接 吃喝住行很全面 你不参考一下 我也即将去三亚 景点住宿 美食 交通 轻松搞定 这儿的信息帮了我大忙 强烈推荐 附带链接 带朋友出去玩 必须充满惊喜啊 这里有好多情侣 回来后写的三亚精彩游记 附带链接 赶紧学习学习 三则文案在同一天分别发出去 当天试点结束以后 三则的转换率在60%以上 非常明显的差异 前后文案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面的文案是从企业和产品的角度来写的 而后面几则是带入用户的角度来写的 而且简单直接地给出了具体的细节和实用信息 同时不失灵情味 很好地消除了用户对广告的戒心 写好文案不能撕嗨 要走出去 站到用户群里 带入他们的内心 传递真实的需求痛点 比如下面这则文案 就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式 传递出了产品的核心卖点 和用户带来的利益 其中蕴含着对客户需求 细致入微的洞察